第五个人 欣赛 第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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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对手 体重66公斤 来自印度新德里的 咖喱小子 不可以 不可以 现在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印度新德里的咖喱小子 咖喱小子活力出场 从去年开始一直活跃在MKW的擂台上 以辉谐幽默喜欢恶搞的双脚风格深得大家的喜欢 他的面具头上是一点咖喱 有时候会强行喂给对手吃不管对方喜不喜欢 其实咖喱小子的风格有点像MKW的一位选手Wudu 都是走的这种学习路线了 如果他们两个能够安排一场比赛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好玩的 现在比赛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型差距是非常的悬殊 三感雄阔还体重150公斤 那就有300斤了 但是咖喱小子体重才66公斤 怪不得 这一撞就能把咖喱小子整个撞倒 这样的体型差距让人不仅想起上一周的大山姆和黑曼巴一战 但是上周的比赛给大家带了惊喜 这一周我们来看一看咖喱小子能不能显身蠢酷海呢 咖喱小子说他腰疼肚子疼 这是在转铜行风呢 我们来看看三感雄阔会不会对咖喱小子手下流行呢 大家可不要笑看咖喱小子 虽然他不是最强壮有力的摔角手 但是他经常能以致起胜 把对手整个团团转 雄阔会这一个厕所头 不舒服 咖喱小子直接振脱了出来说脑袋疼不舒服 他真的是腰疼肚子疼脑袋疼 不过崇布海军是轻视了他呀 这一向咖喱小子打了几回 崇布海开始反击 看来是要将四个角柱都撞满 看来小子自己在那一顿操作 然后雄阔和熊阔海一个手机落下 直签入压制 但是两秒的时候被弹开 在这里讲一讲三感雄阔海 他是MKW签约的一位摔角手 也是音乐人 当然MKW起航嘛 新节目新细想 当然签约新的摔角手 也是很平常的事儿 在MKW起航大家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新面孔 也期待他们的比赛吧 盖喱小子这一次又是要干什么呢 他想和熊阔海斗舞 刚才不是他脑袋疼 肚子疼腰疼吗 但是熊阔海非常的灵活 直接接受了盖喱小子的动物邀请 盖喱小子会怎么做呢 膝盖 这不是老年PD5Discord了吗 盖喱一个眼水盏 出行冰 熊阔海 一个重锤烫索之熊阔海的终结器 轻融压制 3秒 哇这场比赛竟然这么容易就结束了 本场比赛胜了 Saga熊阔海 恭喜Saga熊阔海在MKW的首秀 即赢得了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这是Saga的中间性重锤套索 这一下直接将盖喱小子带走 盖喱小子一点懵逼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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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